我想問王教授你如何評價自己的研究能力 以及為何你覺得校方一定要將你的研究 當然學校本身有自己一套所謂標準 但那套標準我曾經跟貝利恆教授都有交流管一件事 我就問他是不是大學不算中文著作 大學是不是不算書不算書的書籍 但是不是不算書不算書中文著作 但它不進行學術其他名單的一些論講 可以引用其中一份評估報告 因為學術研究裏 學術字很重要就是 不是因為他發表著作用語言 或者他發表的媒介 我可能作為一個書的書章 或是一本書 或是一個其他 或是一些有排名 每排名的其他 他的作品是受到所謂的排擠歧視 甚至是被人反昔的 那 當然 其實當時他們恆意教授 月仔當然就不回答我 因為回答我 可以這樣跟大家說 他其實都發情疾病 但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我想現在學術制入 但我最喜歡用所謂 我們就是能夠寫文 你只能夠寫 我覺得有影響因子的奇刻 就肯定你那個文章的成績 但坦白說 我都會反映一件事就是 其實為甚麼過十幾年 為甚麼香港的學術家 和社會是那麼疏離 或者甚至其實香港的學術家 完全回應現在香港政治手機化 完全基本上是低難 為甚麼那麼低難呢 原來因為要做這些事 你出不到國際學術其他論文 因為人家對香港的文化 你寫英文 你看人文下去 都可能有五、六個十幾個學家 但忌廉不到工作 所以如果你說 你要我自己 評估我自己的研究能力 我會說我自己研究能力 精術好 因為我寫的論文 不僅是服事 或不僅是為一小撮學者 或一小撮研究這個犯罪的任意設計 我希望我自己研究著作 一個有一分教程度的一些市民 或甚至是一些讀國本科的一些同學 都能夠看過我的著作 能夠透過我的著作 重新認識我們的香港 我們現在面對我的全面 我希望大家洗去哪些